嗨,我是Carrie 今天想要來跟大家討論一本 非常非常非常紅的書 這本書應該不需要我再介紹了 就是Sally Rooney的《Normal People 正常人》 我應該算是很晚讀這本書的 感覺這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已經讀完這本書很久了 我一直有點拒絕讀這本書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因為他真的太紅了 所以我其實已經大概知道他在講什麼 他的劇情大綱看起來很像是我最討厭的類型 所以我一直沒有很有興趣去找他來看 那為什麼我突然找他來看了呢 原因也是因為他真的是太紅了 如果你有看到我之前的某一支影片在講說 我2022年想要讀完的十本書的話 Normal People 是有被我放在那個書單裡面的 那我也不賣關子 開頭我就想要先說我對這本書的評價 大概是滿分五顆星裡面 我最後給到大概3.5左右 其實比我預想中的好非常多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對這本書的期待值非常低 所以相對起來沒有我想像中的可怕 整體來說算是超乎我意料一點 有讓我意外我喜歡的地方 也有讓我完全不意外我非常不喜歡的地方 這本書的劇情簡介我真的覺得一句話就可以講完 有看過的人跟我說你同不同意 雖然我的標題寫說這個是無雷書評 但是這本書我個人覺得真的是沒有雷可以爆 他的故事主要就是圍繞在兩個主角身上 Marian跟Connell 他們兩個從高中同班同學認識 開始到長大後上了大學後 兩個人之間的關係發展 但是我覺得很重要要先說 這本書不是Romance 你不要抱持著看愛情故事的心態去讀這本書 我個人覺得你應該會很失望 雖然從頭到尾就真的是著重在這兩個人之間感情的糾葛上 但是我覺得愛情並不是Sally Rooney主要要探討的主題 所以不要抱持著看Romance的心情去讀這本書 故事的開始主要就是Connell在高中的時候 在學校非常的受歡迎 他是足球隊上面的明星球員 然後大家都非常的喜歡他 Marian相反的就是比較孤僻 雖然家境很好但在學校都交不太到好朋友 大家都覺得他好像是個很奇怪的人這樣 他們兩個在學校雖然看似沒有交集 但是Connell的媽媽其實是Marian家裡的親嫂阿姨 所以他們兩個私底下其實是有不少交集的 整個故事就是看他們兩個怎麼樣互相吸引 又互相把對方推開 又再吸引又再推開 大概就是這樣無限循環 接下來我想要分成我喜歡的部分跟不喜歡的部分來講這本書 首先喜歡的部分 我覺得Sally Rooney真的是蠻不錯的一個社會觀察家 這本書我絕對不會推薦給我們的爸爸媽媽那個年代 這本書完全就是屬於我們這個世代的書 為什麼我會說這是一本非常年輕世代的書 因為我覺得Sally Rooney很精準的描述了一些 只有我們這個世代能夠感同身受的事情 比如說網路的發達 性觀念的開放等等等 這是我覺得我們的爸媽那個年代 還沒有的東西 我們活在一個有這麼多選擇的世代 在長輩們眼裡看來是一件非常幸運的事 也確實我會說是一件非常幸運的事 但是每一個世代有每一個世代自己的問題 自己的困難 這一點我覺得Sally Rooney很精準的把它描寫了出來 當你有過多的選擇的時候 可能會是一件壓力很大的事 當性這件事情是一個隨手可得的東西 人跟人之間的關係到底是會變得更親近還是更疏遠 在我們這個時代當性不再那麼的具有意義的時候 是一件多麼孤獨的事情 我覺得Sally Rooney把我們這個時代的 我不想說是問題 就是困難悲傷難以做決定等等情況 描述的非常的好 再來我覺得Sally Rooney很會寫角色內心的OS 她很會利用每個角色內心的獨白 去塑造她們的個性 比如說女主角Marian 她因為從小在不是那麼健康的家庭環境長大 所以你看得出來她的個性 稍微有一點自我毀滅的傾向 那有一幕Conel跟Marian發生完關係 躺在床上的時候 Conel突然意識到她可以對Marian 欲取欲求 她突然意識到她叫Marian做什麼事 Marian一定都會做 我很喜歡Sally Rooney寫的這個場景 因為她讓Conel自己意識到這件事 意識到以後 Conel的第一反應並不是覺得 我可以對她欲取欲求 而是在那個瞬間她幾乎要有個恐慌症發作的感覺 她意識到她居然對於一個人的影響力有這麼大的時候 她覺得她所擁有的那個力量是很可怕的 這是我覺得Sally Rooney蠻厲害的地方 她把角色之間的拉扯 然後每個人個性的不同 所產生的那個衝突 我覺得寫得蠻好的 再來就是我覺得她很會利用一些很瑣碎的事情 來暗示你這些角色真實的想法到底是什麼 比如說Conel有一陣子交了一個女朋友 然後他們有一陣子是遠距離戀愛 他們交往的期間 Conel就是一直覺得心裡很平靜 他覺得這是一段很不錯的關係 但是與此同時 Sally Rooney寫了一句話 會讓讀者去思考說 Conel是真的對這個女生有感情嗎 他跟這個女朋友每天都會視訊 Sally Rooney就寫說 Conel finds himself rushing to end the call so he will continue to enjoy loving her 就是這些很瑣碎看似很不重要的描述 好像有一種他故意把牆壁 找一個小洞露一點光給讀者去感受說 這些角色有可能真實的想法是什麼 我覺得這部分是Sally Rooney讓我覺得蠻厲害的地方 我也蠻喜歡她對於心理疾病這件事的詮釋 我覺得她的描述都非常的寫實 會讓你覺得很煩 可是在現實中就是這麼煩 如果你沒有類似的經驗 你讀起來可能會覺得怎麼就在一個惡性循環 這樣一直繞圈圈繞圈圈繞圈圈圈 到底要繞到什麼時候 即便你有類似的經驗 你讀起來可能還是會覺得蠻煩的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現實很準確的描述 所以這部分我蠻喜歡的 我覺得她有把心理疾病正常化 我所謂的正常化的意思是說 讓讀者覺得談論心理疾病有心理疾病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加上我每一次想到這本書有多紅有多少人在讀 我就覺得她能夠把這個層面帶出來 是一件讓我覺得蠻開心的事情 說實在其實我最後會給到3.5的主要原因是她的結局 我蠻喜歡她的結局的 我可以想像應該會有蠻多人很討厭她的結局 但我自己覺得她收的蠻漂亮的 我相信有不少人會覺得看了一整本書 看這兩個人在那邊愛情糾葛 最後結局居然是這樣 什麼意思啊 但是就像我前面講的 我覺得Sally Rooney迷人的地方可能就是她寫得蠻寫實的 她的文筆她的故事讓我覺得是現實生活中真的會發生的事情 好接下來要來講一下我不是那麼喜歡的部分 第一個我之所以會拖了這麼久才看這本書 主要原因 因為任何跟溝通不良這個主題有關係的書 我都非常討厭 只要有這種類似的情節 我通常都不會找來看 我很受不了兩個人彼此不說出真心話 在那邊繞繞繞繞繞 這基本上就是這整本書就是這樣 所以可想而知為什麼我很害怕找這本書來看 雖然我比我想像中的要能夠接受這本書 但是她的這個部分還是讓我讀的覺得蠻煩的 再來就是雖然我覺得Sally Rooney的文筆蠻平易近人的 也寫出了很多現實面的社會狀態 但是我覺得她整本書就透過這兩個人之間的關係拉扯 想要去討論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社會階級制度 性與愛的關係等等等 我覺得她對於每一個她想討論的議題都是點到為止 我讀起來覺得有一點點膚淺 我讀完就是不知道為什麼覺得好像少了什麼 好像她討論了一些蠻重要的議題 可是我讀完以後沒有被打動到 也沒有提供我任何對於這些議題新的想法 從頭到尾就是利用這兩個人之間關係的拉扯 去討論了很多現代人會有的問題 某個程度上我這樣想覺得好像蠻天才的 但是就真的不是我的才 我喜歡的通常故事的宇宙需要寬一點 探討的議題可以只有一個 但是想要深入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只是我個人取向的問題 我在看Goodread上面對於這本書的評論的時候 看到一個蠻有名的Booktuber叫做Cindy 她說 Ultimately the narrative boids down to two codependent people hooking up throughout the years which doesn't really add anything new turn to your social circle in real life and you'll find the same story 就是說 整個故事其實並沒有 什麼心意 你轉頭看看你社交圈裡面的朋友 一大堆過著這樣生活的人 我非常同意她的評論 這算是其中一個讓我沒有這麼喜歡這本書的原因 因為我覺得有一點了無心意 但是同時我覺得或許這就是Sally Rooney想要表達的 這些事情很正常 覺得孤獨很正常 有心理疾病有憂鬱症很正常 成長在一個不健康的家庭很正常 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剪不斷 理還亂很正常 這些事情在現實生活中發生 我喜不喜歡 不喜歡 我非常討厭 但是它有沒有在我的現實生活中發生 絕對有 所以我不喜歡這本書的同時 我也能理解Sally Rooney 其實以一個很平易近人的文筆 去對於這個世代下了一個註解 我未必喜歡這個註解 可是我能理解為什麼這麼多人 能夠對她的小說產生共鳴 簡單來說我並不覺得這本書紅的沒道理 單純沒有到那麼適合我 但是說真的我給到3.5我自己覺得算是蠻高的評價 就是它不是我什麼最新找到最愛的作者 但我也不會排斥看它其他本書 雖然可能要先緩一緩 我耐心有一點被這本書磨光 需要重新充電一下 我看到有不少人說喜歡Normal People的人 通常很討厭他的另外一本書 叫Conversation with Friends 喜歡Conversation with Friends的人 通常很討厭Normal People 所以我還蠻好奇的 如果你兩本書都有看過的話 跟我分享一下 你會不會推薦我看Conversation with Friends 如果你有看過這本書的話 我也真的很好奇 你喜歡或不喜歡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 掰